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跟志愿者小田聊一聊今天的情况 他跟我说是确实想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把食品运一下 其实他离那个宿舍和他的学校并不远 但是设计全部被封锁了 没有办法 出不了门啊 大概40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武汉江汉大学 进了校园呢我们发现啊里面好多道路都封闭了 全部被封了 校园你看拉着铁杆子 连学校里面各个道路都被封锁了 江汉大学汽车服务中心哪儿你知道位置吗 啊 你的那个地方往自己走要往那个右走走 啊 好的我知道了 我尽量往你那地方绕好吧 好的好的 好的 你快见 在于江汉大学外师处工作人员电话确认了路线后啊 志愿者小田和小杨连忙又赶往物资存放的地点 外师处的工作人员呢早早在路口等待着并上了我们的车带路 这是我们自己自己部门给那些留守外教怕他没吃的我们就给他们买买回来以后 你快发给他右边右边左边左边 左边 就给他们买买回来以后就发给他们就有吃的 这样的话也避免他们出来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为他们买东西也是为了避免他们出去 到达物资存放点以后志愿者小田和小杨开始搬运外籍教授的生活物资 那么我们看到呢面粉鸡蛋牛奶肉类等等印具权 那么全部搬好以后呢小田与湛汉大学外师处的工作人员履行了相关手续 接下来呢就是到外籍教授居住的小区送物资了 I'm here Ok Let's go 上车 在进入外籍教授Sara居住的小区后呢她在楼下等待着志愿者的到来 Excuse me They don't need to keep I know but maybe you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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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it is too much for me For me really It's too many Sara真是要我们把这食物给别人 太多了她说 给谁呢 You don't know any people who Woo 她说还有很多人需要食物 她想要把她的食物 费一点给其他人 在执意要留下一些生活物资给其他更需要的人后 Sara表示呢她在武汉工作多年 武汉这是她的家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Mr.Tan and the volunte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helping me They went to pick up An enormous amount of food And I brought it here Because I couldn't go by myself I couldn't do it by myself at all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great help 武汉加油 江湖加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G Algorithm 第二iyang I think you're going to do it We'll do it i know you Tan and the volunteer What to do it You know you That i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now gy whales